楼梯应该怎么做 不管是富士还是别墅 在需要用到楼梯的空间内 楼梯的位置、形态、尺寸 都是非常核心的打造点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整个空间的动线和布局 楼梯的形式有直跑楼梯 还有方形的、异形的 像大扫家房子或者旋转楼梯 这几种楼梯都有各自适合的空间 比如楼梯位置是单面靠墙 直跑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做出悬浮楼梯 让整个空间显得更通透 减少压迫感 当楼梯三面靠墙 就可以做U型楼梯 如果尺寸足够的话 还可以做E型楼梯 当然也可以调整互形结构 做出四面不靠墙的旋转楼梯 或者直接做搭建 把楼梯放在室外 只要能保证每一层的空间区最大化 整体动线不受干扰 不受限制 就是一个合理的楼梯 大部分的别墅交方楼梯 tab都是200x200 甚至更高更窄 如果你家是这样 不要犹豫 一定要改 楼梯tab的理想状态 宽度26-30公分 高度15-18公分 楼梯宽度根据形态 标低80公分 如果结构允许 一定要给楼梯安排个观景台 可以和楼上楼下 形成互动蒙点 最后一点 最关键 采光 一个好的楼梯位置 一定是可以把自然光线 借到楼下的 借不到的 要保证楼梯本身是有光线的 好了 如果感觉我的分享都有用 给我点个赞吧